台中有名乘客搭公车的时候疑似是不熟悉路线 结果听到广播的前一站就先提前刷卡 没有想到这个举动让司机人忽然暴怒 不但呢是气到车不开了还大骂乘客 完全不顾车上有其他的人 最后自己打电话报警 乘客实在是不想跟司机争论 就直接下车走人 对此客人业者表示 司机的情绪反应的确是过于激动 会再加强教育训练 公车上司机突然暴怒不但车不开了 甚至气到直接站起来 不断对女乘客咆哮 这名女乘客原本是要在捷运风乐公园站下车 但因为不熟悉路线 听到广播前一站 风乐公园站就提前先刷卡 没想到超两个字提前刷卡就引起司机怒火 甚至还对乘客骂脏话 完全不顾车上还有其他乘客 事后女乘客将整个过程PO上网 质疑司机情绪管理有问题 也不顾行车安全 对此客运业者说 的确有接获投诉 在行驶过程中跟乘客有一些 做本事不错的行为 最后女乘客不想再继续争执 决定下车自己走到下一站 而公车司机失控了行为 客运业者说会再和司机沟通 并且加强教育训练 除了行政惩处之外 也会扣除党月服务奖金 借将文章台中报道